接下來我們開始第二部分 請農工分配食物 謝謝 接下來第二部分即將開始 歡迎大家回來來到同性教會 師母牧師二十六週年結婚慶典的現場的第二部分 Rachel你好 今天是這個結婚的主題 讓我要問一個問題啊 你覺得愛情是什麼呢 愛情是什麼 我覺得剛才彭博弟兄唱的一首歌裡面 就有關於愛情的體現 所謂的愛情是相信 是包容是相互理解 也是一種成面對的責任 是的 說得特別好 我們中國胡話有句說 只子之手 與子偕老 然後結婚呢就是 有很多的責任在這個身上 對 這是一種經驗的情節 對 但是 但是我想說 我也聽過一句話叫做 如果呢 不是你結婚以前的戀愛呢 他就是抓留他 啊 在這麼 這樣子的環境應該是很正經的話 你說是不是 哎呀 不好意思啊 剛才又想歪了 接下來呢 那你說怎麼辦呢 呃 那我再問你個問題吧 好的 你說結婚一周年是直婚 五周年呢是戌婚 然後十周年是西婚 那往後呢 再往後 十五周年是珍珠婚 二十周年是死婚 第二十五周年的時候 叫什麼婚呢 呃 我想想 呃 不好意思 頭婚呢 想不起來了 不知道了吧 知道了 十周年叫 還叫看稿子才知道嗎 三十周年珍珠婚呢 那二十六周年呢 二十六周年哦 二十六周年是 遇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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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說做了牧師和師母 作為我們教會的牧羊人 他們結婚我們要送點什麼呀 那肯定是必須的呀 那不是 你先唱首歌給我們聽吧 好 那我就唱一首歌吧 耶 好 這樣請我們唱首歌 好 接下來我會帶大家帶大家一首語言 請播放五臉謝謝 謝謝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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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詞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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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